好,我们来看呢,这个题目,它说 嗯,AB呢,皆为实数,然后呢,而且呢,符合下列这个等式 要我们求AB的值 那大家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呢,前提一定要看清楚 AB是实数 好,那它说呢,诶,绝对值的A-3乘上2之后 再加上绝对值的B加4等于0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关于学长的想法是这样子 诶,绝对值A-3呢 它是绝对值嘛,所以绝对值里面的东西一定是大于等于0 因为绝对值代表的东西是距离 距离不会有负的 所以B加4的绝对值也是一样,它已经是大于等于0 等等 今天呢,如果 这个东西乘以2以后也是大于等于0嘛 那这个东西既然也是可能大于等于0 这个东西也是大于等于0 可是加起来最后却等于0 那怎么样 只有一种可能啊 就是什么 就是 这个东西根本就等于0嘛 这个也要等于0啊 才有可能最后这边等于0啊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绝对值A-3呢 它应该要等于0 绝对值的B加4呢 也应该要等于0 所以这样就很好记啦 A就等于3 B呢 就等于-4 你这值不就求出来了嘛 其实后来啊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也有另外一种题目呢 是什么 A-2括号的平方 加上比如说B加3 括号的平方 等于0 以后你会发现 平方呢 跟绝对值呢 真的是很像的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平方怎么样 一定也是大于等于0 这也是一定大于等于0 所以呢 唯一使两个大于等于0的东西 相加要等于0 就只有什么可能性 就是A要等于2 B要等于-3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是0的平方 这要是0的平方 才有可能平方加平方等于0 绝对值加绝对值等于0 就只有两个绝对值里面 都是0 我们紧接着看第二小题 我们发现 这个小题跟上面有点不同 第一个呢 它的等式呢 这边等于1耶 不是等于0 所以代表呢 嗯 这个并不是两个都等于0哦 接下来呢 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它的前提也不一样 AB呢 皆为整数 不是皆为时数 那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 如果AB呢 都是整数的话 那么 A-3B加4 怎么样 也都是整数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想一件事情 如果A-3B加4是整数 那么A-3 这个整数 光上绝对值 当然是整数 乘上2了以后呢 它其实就会是什么 它一定是偶数耶 因为整数乘上2 一定是偶数嘛 除非说你这里面可以是分数 才有可能把2约掉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诶 一个偶数 再加上随便一个数 也是一个整数 要等于1 翻成中文就是 有一个偶数 再加上另外一个整数 会等于1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偶数 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0啊 因为这个偶数 不是0 就是正的 那这个整数呢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是1 因为偶数 我们不能让它是2嘛 如果这个让它是2的话 这个整数要是负1 可是B加4的绝对值 不能是负1啊 所以一定是0加1 等于1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件事情 绝对值 A-3等于0 绝对值的 B加4要等于1 好 那记得B加4等于1 就是什么 B加4的绝对值等于1 就是B加4等于正负1 所以B呢 是等于负3 或者是负5 那如果呢 你看这个式子呢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 就是绝对值 B-负4等于1 也就是说 哪一个点到负4的距离是1呢 那当然就是负3 或者是负5啊 所以呢 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 A等于3 B呢 要等于负3 或者负5 所以请记得 要注意 这两个小题当中呢 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不仅题目不一样了 前题也不一样哦 那我们再话说回来 如果今天呢 我们是以之AB 皆为时数的话 我们的前提跟前面相同的话 那你会发现什么 什么状况 AB 之值能不能求 就求不出来了耶 因为AB有无限多组解 怎么说呢 你看 如果它是时数的话 那么我 A跟B取那种分数 这边可以是 比如说这边可以是 3分之2加3分之1啊 可以是4分之3加上4分之1啊 可以是5分之4加上5分之1啊 可以有很多 假装两边不同的情况 这样解出来的AB都不同 而且都是有答案 所以呢 我们也要看清楚 题目给的前提 到底是什么 是时数还是整数